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大家好 高观众律师好 你好,我叫高观众律师好 这三个字都是各有各的含义 几个星期之前 我请高观众律师 上了我的一个个人的频道 是叫周六八点,每个星期六的周六八点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但是最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 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期的节目居然是被认为 我最近几年做的那些节目里面最好的 而且说没有之意,吓我一跳 所以我就说要进一步请教高观众律师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重要呢 我想的一下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谈中国的变化 中国这个变那个变 但是真正的可信的来源非常之少 想当然的东西比较多 演绎的东西比较多 事实比较少 事实比较少 这就是使很多人 可能包括我在那也是这样 在分析局势的时候,分析中国情况的时候就会经常走一样 而你那一天呢,恰恰是讲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所以把很多人给震住了 做新闻媒体的 最重要的力量,还不在于你的观点 而在于你照 是不是真的怎么事实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想我们 要请高律师来做一个节目 但是后来想做一个节目太不满足了 所以我今天就专门取了一个非常笼统的标题 我希望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相当一段时间的可以走下去 好不好 好好 这个 实际上我跟和平呢这个 原来就一直聊到政法系统这些一个事 那一直希望 农统的系统的讲一讲政法系统这个 这样一些人和事情 那 当然呢我讲这些东西呢 一举和平来说我可能有点有的条件 一方面就是我首先是从这个系统出来的 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系统也做了很多年的老师和教师 所以 认识一些朋友同学和学生 那 但 更重要的还是因为 我大概 多年来 一直很关注 这个中共的政法系统这个Dobots 在维护他的政权这方面 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那 所以呢我就很愿意 通过这个机会 把它讲出来 也别 那些 想了解共产党这个政法系统 或者说想 这个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推翻共产党的人 他一定要在这方面 有所了解 哎呀 所以 你上来别把我们讲成政治化的节目了 没错没错 我知道我跟和平的这个目的可能有点不一样和平就是你们打赏一杯咖啡给他去 我的目标可能太虚化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事 我们要讲的细节很多要讲的事情很多 那我们在讲的过程中间 因为毕竟过去了很多年 我也知道你三人一致关注我也是一致关注这个系统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假如我们的细节有任何的问题 无论是高律师讲的和我讲的请大家留言在下面 我们等到未来的节目的时候再回答给大家 你们讲的对还是错 你像我上一次就讲了一个刘耀静 我说刘耀静 去到大学里面 去上课去了 结果没想到我们的观众里面真的是厉害 他说你讲的那个 安全系统的 这个教授叫刘耀静 但是不是公安部的 那个刘耀静 所以我当时一看呀我就真是觉得第一很佩服我们的观众 第二就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有点做得太粗糙了 因为为什么 我就要查刘耀静,结果就出了一张比较模糊的照片,我那天说头发都白了吗,还不像样子吗,就根本没有去甄别 其实你稍微认真硬的甄别就可以了,我就看到那个人是想当然 是一个搞国家安全啊,搞公安系统的,而且发明了所谓的 创作了所谓的安全学 所以我就有一点 以为是一个人 结果犯了这个错误 很不好意思把你那个节目给污染了,正常正常这个这个,我也会有有些讲解一些 失误或者错误,有些毕竟是有些听说 传说 这个非常正常我觉得 对吧 所以 那 我们在哪里开始讲解,你没想好,不过讲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一个小故事 这个可能我们认识了几十年也没跟你分享过啊 那我记得我刚分到北京工作的时候八十年代 那因为我喜欢打桥牌嘛 对中共干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打桥牌,很快就被他们邀到里面去 这个跟一帮干部子弟的打桥牌 那有一天在一个人家打桥牌的时候 那帮高干子弟就问那个他其中的一个 一个叫范博吧,他们叫范博啊 这个脑毛那么厉害 那 整到那么多人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个总理给搞下去 嗯 那这个话题呢 那其他的人就跟着就发表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说 那因为 总理需要管理国家大事,很多具体事务需要这个总理,所以脑毛需要他 那别人马上就说那不对 脑毛不需要这种人 脑毛 王洪文也可以当国家这个副主席 那个陈远贵可以当副总理,他才不要这些人的,随便拉个什么人来都可以管理 那又有人说 这个 周恩来比较这个圆滑,比较事故,比较这个 放软,所以脑毛搞不好搞他 这个实际上 在脑毛面前这个放软的人多的是 在那一段时间可能没有一个人敢正面挑战 老毛宗子,这个也不是个理由 那还有人说,那因为是 周恩来在党内的这个 地位呀 对共产党的这个贡献的太高了 那别人也不同意,有的人说那不对那个彭德怀 刘少奇 您不要哪一个 对共产党的这个 对党的贡献 不会比他差拉里去 是吧 但别人在意内,这个老干部就不说话 笑 最后人家问他,你当时,你说说你的想法 那他 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记住了这个 很多年 他说老毛啊 不一定搞得懂总理 那这个话让 让所有当场的年轻人 当然都 都觉得 这个这个不可理解 那我也不可理解 大家都觉得不可以理解 凭什么东西说 这个老毛 不一定 搞得懂周恩来的话 这个 出乎所有人的想象 那 那实际上后来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 我自己也想了很多年 我研究 我觉得 他说 因为作为他这种 这个这个地位的干部来说 他不是 凭空来说的 他一定有他的一个依据 一个道理 因为 有他们的话来说 他是 老毛的救命恩人 当然怎么救命救命 我也不知道 他们也没说啊 当然跟老毛老中的直接 一起工作的人 他说出这个话 他一定是有他的想法 那 这么多年来通过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观察 我觉得 他说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老毛 从头到尾 都没有完全控制中国的军警 这个 刀把子这个系统 那哪怕他 在他的权力最高峰的时候 文革期间 他也没有完全控制这个 这个我们后来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们会聊到具体一些事例 OK 那你说 你说老毛恨不恨 恨州呢 当然恨他了 他死的时候 这个这个 他就是不去他参加的追悼会 对不对 甚至还在家里放这个 放鞭炮 庆祝 他真的巴不得 之后来死 但他为什么把他搞下去呢 他还是有所顾忌 这个顾忌就是 中共的刀把子 军情特务这个系统 从最早开始 直到周恩来去世 这个掌握这个刀把子的人 都是周恩来 所以可见 在我们的编导早一点 周恩来的照片 周恩来李克伦 罗愉庆 所以 这个 就那我们就开始 从这个中共的这个最早的刀把这个系统 我对是 我查一句 这个你讲得非常准确 那周恩来 这个在党呢是 被认为 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人 并不像外界所想的 是那么一个柔和的人 完全正确 那周恩来参与共产党 还要给你补充的就是周恩来参与共产党最早是做什么东西起家的 特务 对呀 1920年周恩来从这个到了英国以后 连续考了好几次 这个 公派的这个留学生考不起吗 那个生活前途全部没有着落了 甚至 从英国到这个法国的这个 诺菲都没有了 所以到这种 这个 非常 窘迫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人介绍他 参加了这个苏联的那个时候苏联的共产党 被吸收过去了 吸收过去了后他的第1件事 就是被派到苏联去 接受特工的训练 这是周恩来 在共产党起家里第1件做的事情 那我们再把他的人生的线索大概的 屡一屡我们就看得出来 实际上 军情特务系统从来就掌握在周恩来手中 你看啊 他后来 19 训练完了以后1922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做什么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代主任 那个时候还不是主任代主任 那这个任务是干什么呢 就在黄埔军校里面 发展 中共的地下的党员特务 有的是公开的 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分裂 有的是暗中的特务 那这个就是在 直接在苏联的大特务包罗亭的这个直接指挥下 开始来 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再往后看 当 国共两个党分裂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 他是标准的 十足的这个特务 他在苏联接受 一旦瞬间以后 就回到上海去搞特务工作 这个我们现在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共特科 那就是他 直接领导下来的 对 特科 你刚才说 他残忍 大概在中共的领导人里面 直接亲手枪杀人的报道的 承认的 脑毛都没有 他就 对 当年枪杀 顾胜章他是直接开枪杀人 对 钱家呀 而且不仅仅只是杀 杀这个一般的人的钱家 几十口人全部被他杀掉 所以他在当年是在上海 是一直搞这个 这个这个 特工地下暗杀活动的 那 再往后走 当顾胜章这个后来 被叛变以后 那中共在上海待会他去了 所以才转到这个 江西去 对吧 那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 所有的这个系统仍然还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不仅仅掌控这个系统他后来到了江西以后 党政军所有的系统都需要被他掌控 他是第一把手远远超过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靠边站了 对吧 那 可能有人会问说 在延安也后 毛泽东的这个势力已经 非常非常强大了 但是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看 到了延安以后 毛泽东确实确定 确定了他的领导地位 但是中共的勤制这个系统 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康生 赵云就是陈云 这两个人 这招陈云搞了一段 后来完全是交给康生了 康生成立是一个社调部 康生是什么人呢 康生跟 毛泽东的关系 那刚认识不多久啊 从来就没有见过 但是跟周恩来那是多少年来的交情 特别是当年在上海 搞地下工作的时候 搞地下特科的时候 那是周恩来 非常信赖的 知悉的 知悉的这个大手 那 中共的特务的 行政系统 从那个时候开始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在掌握在康生这个人手中 一直到康生逝世 从延安那个时候 一直到康生这个逝世 康生去世之后几年 康生开始去世的时候 他是给他非常高的人率 那是后来有他多的人被康 康生害了 对 所以这些元老这些干部就想尽办法 跟中央上书啊 跟中央讲啊 最后面就把康生的东西给拉掉了 对 康生谢富志 当然 不过我要提问一下啊 我们编导找一个照片 罗悦清 公安部的DM部长 这不是毛的人吗 因为你知道我跟罗悦清的孩子 很熟吗 我们也谈过很多 你提的很好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 罗悦清 我们先把先把康生那一段讲完哈 因为康生表面上 这个是非常 这个臣服毛泽东 但是 也是像后来很多人说的实际上 康生真正信仰真正交往事件更长的是周恩乃 所以表面上 这个毛泽东是一直在控制着中国整个的但是秦治这个系统仍然还在这个 周恩乃的掌控之中 这个意志的延伸到后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你之随着回头前面说了一件事就是大概五几年在列车上毛泽东这个跟服务员弹搞的时候 后来监听到了对不对 杨上坤 杨上坤监听到了以后 后来老毛 非常非常震惊 开始听到是杂音 哇 很多杂音 后来听到 床在响 人家出来笑 对 那毛泽东就非常震惊的 因为这说明什么 毛泽东本人也不知道 他被监听了 那 后来这些事情怎么处理 大家看到没有 没有 没有任何处理 那中共 当然里面最后是什么样的借口 我们不知道啊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老毛并没有对秦制系统有所完全掌控啊 连自己监听他自己跟女人乱搞的东西 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表面上说老毛的权力非常非常大 后来他当然自嘲啊 我的这个镇定出了中南海了 最多出了北京呢 他不完全是自嘲 他自己心中有谱 在秦制这个系统中 这个他 并没有掌握 他当年在 他 最早参加共产党的时候 这个是文人写个书在国民党里面最多任一个宣传部长 那再然后就上警告上去当 战山大王了 他跟秦制系统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实际上秦制系统在中共的这个 夺取这个政权这个过程中作用是非常非常 对你要讲的 我来讲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啊 对先猜一句 胡志明 跟这个中国呢 他几乎是一个模板 没错 胡志明就是 周恩来他介绍给参加共产国际的特务组织的 共产国际实际上在世界上发展的时候 他都是刚开始也建立特务这个体系 这个 这个方式来开始发展的 所以你说的这个也是一样的 胡志明一模一样 他也是 他也是在法国 搞不下去了 跑到纽约来烤面包 跑到博士顿 他做过很多苦力 后来就到了这个法国 然后就被吸收成为 国际的特务 所以共产党的这个 在成功的这个 过程中啊 秦制系统这个 这个方面的起的作用 我们可能很多普通道百姓 可能意识不到 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读过中共党史的时候 我们 都会被说 共产党成功的有三大法宝 第一 是党的领导 第2是武装斗争 第3个是什么呢 统战系统 对 所谓统战 实际上是一个 是个是个好听一点的名字而已 就是特务政治 就是特务特工情报 那这是共产党自己总结出来的 这个特工政治 这个这个 这个秦制系统 刀把子在 共产党的这个夺旗政权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作用就非常大 那就是说共产党成立成立以后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地方讲 那他的重要性就更大了 你比方说 在1949年 你刚才说的公安部 第一次成立的时候 代表大家10月份成立的时候 中共的所有的领导人 都到这个现场了 毛泽东 周恩来 董毕武 朱德 周恩来全部都去了 而且周恩来的讲话非常清楚 我 我们分到公安部的时候还学他的讲话 学下的讲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军队跟保卫部门这个是两个国家的两个 对看看能不能找到公安部成立的时候的照片啊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政权两个 但是军队呢是在战争的时候用的是备而不用的在和平时候呢 更需要的是你们天天要用 这个习仲勋在1984年公安大学成立的时候也讲话也在讲话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刀把子不能够让这个不相干的人掌握了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是习近平代表战争平去讲话也说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刀把子在和平的这个时期啊 实际上 比军队所起的作用还要重要 军队你不可以用吗 真的是 养兵亲日用的一时 也就是说这亲日是没事干的 对你说的对 那而且这个刀把子这个政法这个系统是天天天天用的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 我在几次讲座特别是上次讲座里面已经提到说 这个 我们的习近平 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刀把子的事 所以在不断的不断的清洗 不断不断的清洗这种中 包括我刚才说的脑毛 甚至那么 所谓有权威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完全 控制这个刀把子 当然还有一个小小小传说啊不一定这个对啊 就是说在中共的党内呀 他们一直流传的这么一个有点像 像 像 这个这个 铁血兄弟会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半 不成文的这么一个组织 就是 这个半组织这么一个状况的组织 那这个组织是当年在上海 据说 搞特科的时候搞这个地下斗争的时候 那帮人开始形成的 也就是这些人 就是说 不管将来你到了什么地步 到了什么情况下 永远 团结在一起 组成一个 小团体 那这是他们 现在 很多人的一个 传说了 说有这么一个组织 一直存在 这个组织最早的掌握人 就是肉奶 后来呢 到了 这个再后来是传个陈云的 听说 这个陈云后面传的什么 就不知道了 对吧 那这样是一个插曲 当然这些事情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政法系统 刀把子这一块 在中共的这个 夺起政权这个过程中起了作用 我们很多人可能忽略掉了 你想 说的很多战争 表面上看起来打赢了 但实际上 真正在内侯 为什么会打赢 我们都看到 很多情况下 都是因为特工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随便举一下 这个共产党派的国民党里面去的这个特工到底多少人 连共产党自己现在也承认 蒋介石的作战秘密还没有下到军部 脑毛办公桌上已经有了 这个仗怎么打了 没法打的作战厅长都是共产党的人 对不对 各个里面大军 包括我们后来 傅作义的女儿都是共产党派过去的特务 所以这样 你还有三大战予 我也曾经仔细 想了一下三大战予 每次战三大战予 每一次布置的很好 但是关键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是一个军 叛变 你像黄伯涛本来可以 彻底到洗漱 但是就是 一带一叛变 他那个 廖云州那个部队叛变以后 很快就被堵住了 挡住了 死掉了 所以 这些东西就是在军事斗争之中 他起的作用也很大 所以我记得 这个 戴笠死的时候 听说蒋介石 这个 痛哭流递 然后来就算 这个 说 这个 如果戴笠不死的话 他们不会丢到大陆的政权 所以可见他 对这个 特工政治 他所起的作用 他也是印识到 很重的 那不仅仅是他咯 周恩来自己也说了 如果戴笠还在的话 他说 那我们的解放任务 恐怕要拖好多年 这是周恩来自己亲自说的 对 所以 这个 回到我们 所谓的这个 后面就是政法 这个 后来这个 建立政权以后 这个刀把子的这个 这个 过程 那 我们从哪里讲呢 我们首先 我刚才就请教了您 您一个问题 就是楼玉清不是 老毛的人吗 他不是当了公安部长吗 这就是我想说的 江青从 不不 康生一直认为都是老毛的人 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是老毛的人 包括老毛也认为他自己人 那请你告诉我 他就是完全 可信赖的 老毛的人吗 嗯 那我们一会会展开 罗瑞清这个事情来 罗瑞清 他是从军队里面一直搞特工工作的 对吧 后来 当然他军队里面做了一些工作 所以他来做 最早他 那个时候公安部最早的时候并不叫公安部 那个时候叫公安军 最早说一个 直接把一个兵团你就划过来 你就全部 全部这个 搞这个 这么一个工作 那 直到1949年 正式成立公安部的时候 罗瑞清 作为一个 大将 是吧 他来 坚任这个职务 可见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 那罗瑞清当然表面上是脑毛可以信得过的 但就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公安部的历任部长那外 并不完全是说是脑毛信得过的人 一定是有其他被我们一会儿 还要讲后面的 中共的这个一共14任这个公安部长的这个乃尼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公安部长这个位置是多么的 多么的这个 敏感的位置 好看 我们来得忙他起 马上起到现在 因为我们的观众有的人喜欢历史 有的人喜欢现实 所以我们先讲讲现实 就是事实上这个 上一次你在这个周六八点讲完以后啊 公安部还是有新的一些动作 其中是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和政法委书记 格生坤 又在开会 那么这一次开会呢 就是直接指明 这个 这个这个 孙力军 是搞团团伙伙 那么这个团团伙伙伙就是意味着他不止孙力军一个人了 对吧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对公安部要整个还有一个持续性的长期的清洗 而不是像其他系统来短期就拉倒了 你这时候我几年前就说过 习近平并没有完全掌控 中共这个公安这个 政法这个系统 那 因为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 第一 政法系统跟军队这个系统啊还有所不一样 军队相对而来说 相对比较单一 就是说要换的这些人他可能 相对比较容易换 大军区司令的中将上将人这样换的大概 上百来个人 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军队可以控制住了 但是政法系统就又不一样 那原因 这个因为他牵涉的人和牵涉的部门 这个 太多了 太广了 所以一时半载他要换来了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是第1个原因为什么说换了这么多年 他对这个刀把的政法系统他仍然还是没有完全掌控 那第2个原因是在哪里呢 是 因为最早 换政法 周永康这个系统的人呢 用所用的这个人呢 是孟建柱 当时习近平想 用的是用孟建柱 让他去弄周永康 那孟建柱呢 想不到孟建柱在这个过程中换的人吗 全都是 把他自己的人塞进去了 你看我们现在抓的这些人基本上全部是孟建柱塞过去的人 那这就逼得习近平又不相信还在第3又来再一次大换 这就为什么今天 从去年政法委说政法委要大清洗我就知道 还要再换一批了 那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以后可以盘点一下到底哪些人算真正的是 这个习近平的人哪些根本就不是 你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司令军说团团伙伙 对 我看了不仅仅是指司令军 包括后面抓的一些像龚道安啊 邓恢宁呢 基本上都有这个罪名 都是团团伙伙 对 你也可以算成类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我就说两个台证 两个台证 第一 你是这个中国政法系统里面 一个黄埔军校里面的一个 医员 对吧 当你你的同学 我们未来的节目里面都会展示这些你跟他们的关系 第2个 你是湖北人 湖北抓了很多 湖北这个 我刚才说为什么湖北抓了很多因为他这个有道理我们上次已经节目讲过 因为 周永康的所有的案子都是在湖北省里的嘛 对 所以 一个是在湖北宜昌一个是在湖北闲林靠近湖南那个地方 两个地方省里的这个人 都跟我这个非常 有个是我 同伴同学上下铺 我叫董国祥这个人 大家可以 找出来这个湖北省公安厅一个叫董国祥被抓的那个 公安厅 常务副庭长 是常务副庭长 他是 在那之前是 闲林地区的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 董聪律的董 对国是国家的国 详是详细的详 对 这个我跟他 详语的详 对 我跟他是 我跟他说有几童 一个是 我们同一年出生 我们是同乡 都是湖北人 我们是同年级 我们是同班 我们还是同上下铺 所以跟他是太多同了 这个 对他是接替这个 龚道安 做这个闲林那个地位书 政法委书记 对龚道安 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 上海市 另外一个湖北人 他说是你们湖南人 实际上是湖北人 哎呀 湖南根本分不清楚 他就是那个理线 理线这个公安这个 靠在一起 他后来是把他画的这个 对 原来准备搞一个三下省 三下省就是由湖北一部分地区和湖南的一部分地区 把他画回在一起 对你那个时候小了八十年代 你知道听说过吗 三下省 我别小我别你 他说我 你那个时候可能没听过说过吧 三下省也没听说过 我怎么会没听说过 这个 所以一部分是湖南 一部分是湖北 对呀 当时想把这个 湖北的这个恩西 恩市地区嘛 他画的那个三下省 湖南的那边一部分 他拿过来重庆那一部分拿过来 对 当时要谣传 要胡得平去主管 没错 没错 我知道 不是让胡得平去当省长 对对对 这个可能因为是政治斗争 所以就 没有让他 后来就不了了 对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 说到这个 我们现在说一下 我们找到了董 董国祥吗 找到了吗 那就是他 对对 这个 这个是 他是湖北什么地方人呢 他是湖北 坚立县的人 也靠近 坚立县 坚斗的坚 利的利 就是靠近湖南那个地方的人 很近 这个 后来毕业后 他就一直分到湖北省公安厅 这个现在 在 那年被抓了 听说家里收来收去也没有收到,出了一些茅台酒也没有收到什么东西 那就是因为他 这个主审的周永康案子的一部分 那个叫 周永康的那个商人,周永康那个商人是那个叫刘什么?刘汉 刘汉就是他来主审最后枪毙的在那个地方 刘汉很有意思啊 中共的宣传机器说 中央订阅来什么地方说啊 刘汉认则服法 结果那个照片一看起来 那上面写的不服 刘汉死之前写的一个不服 当然呢这个凡是审理周永康这个案子的人呢,因为现在都遭殃了,原因不是其他的,不是说习近平要跟周永康翻案,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孟建柱 安插进去然后都提拔上来了 有的提拔到你看重庆市当公安局局长,有的就上海是当公安局长 所以一批人全部都提过去了 请大家找一下,请我们的编导找一下照片,一个是龚道安 上海市原来的公安局局长已经被做了,因为他是负责这个 软城 不是叫软城,竞城监事 我们要提到,我们慢慢来讲 说到这个公安部的12局 这个技术侦察局 那这个局呢过去呢是 当然 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具体局啊,我们还是讲讲这个先从大的方面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还有邓飞林也找一下 邓飞林也找一下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政法系统,包括了一些部门 这个是 公道安 这个公道安 OK 不知道上湖南人上湖北人 你意义上说他是湖南人,但实际上是湖北人 对,有时候写成湖南,有时候写成湖北,都是在湖北工作,他是在湖北公安局工作,因为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 写的是湖南人 对 对,他后来他就是湖北这个公安学校毕业的 就是那个 李静静的老爸在那个学校里面 后来我一个学生在那边做校长,也是在那个学校毕业的 然后回到那边工作去 这就公道安 人实际上是个穷苦下孩子出生的,没什么任何背景 那就是勤劳这个干 在底下拼命的干 最后因为 当然受这个孟建柱的这个 赏识慢慢的一步步提拔起来了 那也做过公安部12局的局长,那个这个局是非常 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局 这个近干一些 跟他们政治斗争相关系的局,所以他就被这个 造进去了这个政场 所以我们现在说一下 不,我们再等一下还有邓恢宁的照片要找一下 邓恢宁呢我也说一下邓恢宁,对邓恢宁是武汉人 也是湖北人 那他是这个最早并不是搞公安系统的,是搞其他方面的 但后来不知道有什么阴差强阳错就调到宜昌市 去做这个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这个从那个时候他这个公安 搞上了 然后后来就因为 审理这个周永康的案子就被孟建柱给 成了他的嫡妻了,调到北京去,然后最后调到从外派重庆 当重庆市接合庭的班 合庭下去后他就做这个副市长 建公安局局长 当然现在他也遭遭遭遭遭遭 为什么公安部的案子 审这个周永康的案子交给你们湖北,是因为你们湖北人够狠是吧 那不是这样的,每个案子他都会选个地方去审理去,那个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抓了一个人 把这个案子交的什么地方去审理和判决 还是有他的学问的 是啊 这个学问 谁一看湖北人很狠 开玩笑 这个学问 就是 孟建柱 想通过 这么一个 为什么会把周永康的案子放到湖北去呢 是因为他当时最信赖的一个人就是 龚道安 因为龚道安从湖北出来的 两个地方,后来他 到了这个湖北省公安庭做庭长了,副庭长,常务副庭长 然后当时因为信任他 让他 说这个案子放到里面 你让他全权去 负责安排人 所以他就安排了两个人,一个是贤林的政法委书记董国祥 一个是宜昌的邓惠林,两个人来负责这个案子审理 所以他放在什么地方审理,多半都是因为 他要放在一个他自己比较安心的 比较放心的地方去 有道理,这是他的做法 你绝对讲什么,你跟他说 我们先讲讲这个政法委这个政法系统包括哪些部门 对,我实际上是引力讲这句话 其实是告诉我们的观众 我们节目到此为止 请看下一集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这个刀把子这么重要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不能讲 要留到下一集 因为我们的节目不能 我们不是评书 我们还是 我们现在先跟观众说再见 我们随时看我们的下一集的节目 这个政法系统那些人 你是不是想休息一下 对对对对 掉到观众胃口,观众肯定气死了 骂我了 但是没办法我们的节目有对观众说 你们节目太长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节目呢 半个小时左右就先接受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房间 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这个高峰镇历史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我们的观众 请期待到 我们的下一集 谢谢